统治世界还是毁灭世界 别逗我了 我享受的只是刺激 如何啊 我是小年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亚人系列的大结局 这个系列真的很悠久 所以我挺希望你们能够将它看完 很显然政府不会答应佐藤的要求 所以佐藤开始对他名单上的人开始暗杀 最后一位要暗杀的是后生劳动省大臣 大臣很担心 用沪奇的性命威胁他一定要阻止佐藤 小贵和中叶工为了阻止佐藤 与沪奇开始合作 每日进行艰苦的训练 小贵和中叶工一起见到了小苍博士 小苍博士看到小贵的幽灵后 认为小贵应该是从童年时期就放出了幽灵 长期放了不管所以养成了幽灵这个不听命令的性格 小贵对所有人都态度冷漠 中叶工却想着和这些合作人员成雄道地 小贵对他说 这些人类只是必要时候的妻子而已 中叶工质问 你难道没有想过珍惜别人的生命吗 但对于小贵来说 只有需要和不需要的人 就算是好友还都也是如此 如果被感情左右就会自去灭亡 小贵的心情很混乱 他放出幽灵时 幽灵却什么命令都不听还攻击小贵 而此时佐藤用异论面具登上了飞机 然后又成功地暗杀了一个人 不计他们制定的策略是想进行一些办法 保护后生劳动生大臣 在夜晚训练士兵和亚兰的平泽老师来找小贵谈话 平泽说要是在学校里 中叶工绝对是英雄般的存在 但是在社会上需要摒弃道德伦理和情感做决断的 所以这也许只有小贵做得到 小贵也讲述了自己会这样 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医生 他得心助人 最后捐献器官而死 父亲很愚蠢 所以他不会犯这样的错 不过中叶工一只召唤不出幽灵 小藤博士让他多死几次 于是小贵给他推荐了 即使睡着也可以一直死亡的上吊话 中叶工怕自己真的死了 于是小贵告诉他 有亚兰死2000次的记录 小贵认为他们必须什么都做 不然没办法前进 就在小贵一会儿能努力修炼的时候 佐藤的手下欧山也在研制秘密武器的 佐藤兴奋得有些迫不及待 大家快了暗杀的速度 不管暗杀名单的人藏在哪里都能被杀掉 还有七个人就要到大城了 估计他们必须整分夺妙了 然而因为小贵博士在日本死亡的消息发布 美国派出了两名特工一男一女来调查 估计本来被问过一次话后派出了嫌疑 但是男特工发现小贵博士的遗物里 小贵博士的烟不见了 于是他立马意识到 烟鬼小贵博士没有死 而是被之前排除嫌疑的护企绑架了 娘特工在研究所低下车库 正好碰见了在等手下夏村的护企 他们准备把护企绑架走时 夏村回来了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女特工也是亚人 夏村根本打不过 最后护企还是被带走了 夏村赶紧回去告诉小贵他们救人 小贵本来想放弃护企 带所有人转移阵地 但是夏村宰山庆秋 而就确实有些事只有护企才能做得到 于是他们也只好出发救人 小贵博士提供了一个 可能会是对方的残存之所 于是小贵他们把这次营救当作练习 但这羊特工发现不对 就把护企带上车逃走了 小贵和夏村两辆车 并分两路追赶 有小贵的幽灵快速追上止路 最后是夏村先追上了恶人 男和夏村已经不能放出幽灵了 一天两次召唤幽灵的限制 使他轻易地被打倒了 以前夏村是未确定亚人名单上的一员 那时候他才15岁 他以为母亲要绝望他是亚人 一直得了传闻中的奖金 而对母亲恨之怒骨 结果在音乐醒来的他见到了护企 护企告诉他真相 真相是欺负要举报夏村 但是母亲不谅 最后两人争执之下互相杀害了 夏村听到后后悔急的 也从此成了护企的手下 而天身护卫 倒在地上的夏村 想起了那时候 护企的约定就是保护好护企 于是他逼着自己再次换出了幽灵 通过幽灵之间的碰撞 夏村和女特工若看到了各自的记忆 夏村拿着麻醉枪指向女特工时 男特工在一旁嫌弃女特工 他满不在乎的说 怎么没用的试验品 就该留在实验室里 然后夏村就突然将枪口 对击了男特工 女特工也很惊讶 随后他几十分开枪打死了男特工 因为他已经受够了男特工的气怒 他想开始新的生活 女特工离开了 护企也被救了回来 等他今天夏村回到研究所 就会想偷偷拿到大臣的行送安排 在护企被抓走时 他就看到了安排表 今天就是佐藤浩萨大臣的日子 护企知道后 施责夏村竟然为了救他而隐瞒 而大臣在被佐藤杀害之前 还拍佐藤的马屁 并说要同意佐藤的两个要求 田中听了很高兴地相信了 但是佐藤却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 因为他知道正式家的工作 就是在撒谎 无奈 护企准备遣散众人 因为他肯定会被立马踢出委员会 小葵在跟美国回信说 小藤博士被佐藤绑架 两名特工下落不明 希望美国能够出手阻止佐藤 但佐藤却发布了新的反罪预告 他播放了杀大臣的录像 并且说三天后的寻求点 在董事会上将杀死最后一个人 乔口会长 田中他们很惊讶 佐藤为什么要这么明确地说出杀害时间 做对他们不利的事情 佐藤却满不在乎地说 只有这样才能用得上他们的秘密武器呀 乔口会长立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严肃声明不会退缩 也不会躲藏 他已经向政府寻求帮助了 政府将派出对亚伦特种部队进行对抗 对亚伦特种部队是针对亚伦而特别训练出的 警卫部队 对亚伦使用的武器 全是武藏宗宫提供的最新的废人道武器 200万伏特的台磁枪等先进武器 还有严密的部署 沪奇觉得可能用不上他们了 但是小龟不放心 他不能再抱脚信心里而袖手旁观了 他必须阻止佐藤 否则 亚伦永远都不肯在地球上光明正大的生活 所以沪奇去找小曾 他用曾经小曾和大臣对话的录音来威胁小曾 然后收回对护企的撤职命令 并且把他的人带入大楼部署 同时会在大楼的楼顶进行 很快就要十周点了 对亚伦特种部队已经部署完毕 小龟他们也已经部署在大楼里 抵达抵达 十周点到了 大楼前开了一辆可疑货车 四季很快投降了 可货车里装的正是佐藤的秘密武器 爆炸发电机 佐藤控制发电机电动货车一起爆炸后 方圆几百米的电路都被烧毁 电子设备都无法使用 特种部队他们那些电子武器也都无法使用了 所以接下来只有火和刀烂相接的远时战斗了 佐藤带着手下们和特种部队经过激烈的枪战 但是特种部队还是被打败了 小龟知道佐藤是个言出必行恶人 于是他让人在门口接住了田中塔门 自己进会议室先挟持了乔克会长 如果小龟杀死了乔克会长 那么佐藤的计划就算是失败了 所以佐藤一进会议室就放下了手枪 佐藤毁了小龟的平静生活 现在 小龟想毁了佐藤的计划而沦落佐藤 在恶人交谈的时候 有埋伏在佐藤左右两边的中业宫和霞村 偷袭佐藤 当他并不顺利 都为佐藤的幽灵给挡住了麻醉枕 可在佐藤得意时 天花板上的小龟幽灵却用麻醉枪射中了佐藤 当大家以为中业成功而欢呼时 佐藤的幽灵竟然还能行动 他打倒了中业宫和霞村 并开枪打死了佐藤 佐藤又复活了 看到佐藤晕倒 但是幽灵还是能行动的小龟 精神快崩溃了 小龟的幽灵也是因为小龟的精神崩溃 而无法行动 瞬间 就被佐藤的幽灵干掉了 就在评测他们在门口和田中一伙人激烈的枪战时 小龟被打飞了出来 他在来地上 艰难的朝田中他们喊 一个个都蠢得要死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佐藤只是在玩啊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亚人的未来 就在田中他们惊讶的时候 佐藤的幽灵杀死了评测他们 小龟在一旁十分的无力和悲痛 他怎么也叫不出幽灵 佐藤拿出刀想割下小龟的头 让现代的小龟死掉 因为新长出的头 有点容易换了个新的人 但这时 很多警察来了 他只要先带着乔口会长离开了 拿到秘密无器的钥匙后 就杀死了乔口 田中也被小龟的话说自己 他一直天真的认为 他们在争取亚人的共鸣权 然后佐藤告诉他 权力不是靠人施舍的 而是要靠自己去夺取 警察们抓到了小龟和中一公 小曾说准备对外宣布两名亚人协助了佐藤 并被抓获 他说这样会让政府挽回点面子 男人沪奇打晕了小曾和警察 带小龟和中一公逃回了基地 回到基地的小龟已是完全消沉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警官报道了要抓捕沪奇和夏村 因为恶人救走了小龟和中一公 沪奇看到新闻也自找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真的蠢到竟然和亚人合作 搞得现在自己工作都丢了 又成了罪人 而这眼块佐藤又发布了视频 他说十天内会进行最后一次行动 国家领导们已经开始要和解了 因为佐藤从武藏中宫拿抢走的 足以毁灭国家的武器 佐藤的手下们已经开始有些疲惫了 他们开始至于佐藤没有维亚人的未来想过 田中说只能相信他的现在 欧山也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的进攻 这天佐藤带着手下们进攻了陆军驻扎地 带走了驻扎地的强弹库存 佐藤直播了 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从武藏中宫拿到的武器 20枚总版高致命星7体的导弹 已经处于发射状态 佐藤要求所有人在一周内潜逐日本 佐藤展示了导弹要是全部发射 所以让全日本人死亡 目前他不想放弃 他还想继续阻止佐藤 然而小龟深知没有丝毫胜胜 拒绝参与 终于陆军长官和佐藤通话 同意将日本的部分岛屿 作为亚人的居住地 田中他们听了都很开心 然而佐藤这时却发射了一枚毒气弹 他对自己的要求不松口 然后挂掉了通话 田中他们都很不解 甚至愤怒 他终于说出了实话 他就是要引发战争 因为他只追求刺激 佐藤还以割下他们的头 来威胁手下们不要叛变 最后 佐藤的手下们在田中的帮助下逃走了 可田中却回到了佐藤身边 原来佐藤是故意的 因为他养籍生有些难度 让所有人都来针对他 他也不会真的投放全部的毒气弹 因为他觉得对守无夫妻之力的人下手很无趣 不过 守无夫妻之力的市民们 却开始要找亚人的亲戚羡愤 小龟及时跑到医院 想要救责妹妹惠里 但是却换不出幽灵 围急时 好友海斗来了 小秦记住他那有吃饱的幽灵 带走了他们 在三年里 小龟骂海斗不应该再管他 可是海斗却很内真的说 我们是朋友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 不管小龟做了什么 一直现情冷淡的小龟 终于被海斗感动 海斗是他唯一的朋友 于是半路车上 小龟同惠里道歉后 也要小便为由 骑摩托车回到了基地 他把妹妹交给了海斗 而自己则要去对抗佐藤 这之后删给了小龟他们打了电话 佐藤派到手下中的 敖山 剑和高桥三人 要和小龟他们合作 一起打到佐藤 小龟他们先找到了佐藤 然后把两人引到了一块地方 然后造成了崩塌 可是没有压死佐藤二人 在下水道里 佐藤先遇到了夏村和断腿的户脊 户脊之之 我不下去了 于是还给了夏村的自由 可是夏村不肯离开 拼死 保护户脊 小龟也赶过来了 但是小龟的幽灵和夏村的幽灵合力 都打不过佐藤的 佐藤得意的要割下小龟的脑袋 然后倾索杀死龟的亲朋好友 在佐藤要下刀的时候 小龟的幽灵出现了无数个 他们把佐藤打斜拔快 还砍下了他的头 幽灵消失 佐藤长出了新的头颅 敏君也在这时候赶来逮捕了佐藤和田中 不过日本高层不追究小龟 他们是亚人的身份 并没有让敏君带走他们 片名 亚人3 冲击 亚人系列也算完结了 其实3部剧场版看下来 可以看到小龟的情感变化 从他将妹妹交给海角后 他的思想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而很多人在看到最后 都认为结尾又是烂尾 主角突然暴走 然后打败了反派 可是这个暴走 其实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满下了主线 所谓的幽灵 其实不过就是不稳定的物质 所组成的生物 而再说的通俗易懂的 就是个人强烈情绪的祭雷 在第一部剧场版就有交代 小龟小的时候 就已经召唤过幽灵 而幽灵是需要不断训练 所以才会有强弱之分 小龟的生活行星 也就是他那套 合理说辞 让他的性格和与常人不同 所以他的幽灵极度不听话 并且超脱了一天两次召唤的先知 而佐藤则是拥有了死后 幽灵还能继续行动的本领 在最后佐藤说 要杀死小龟 然后让他重生 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都在他面前死去的时候 他还压抑许久的 分尸嫉俗的情绪 一下子爆发了 他也证实了自己 从后才说出了那句 不管我怎样 我都一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所以幽灵才会在最后爆发 总体看来决不决 在各种反转和草译 我解释的结尾铺垫 以及那堪测完美的动作戏份 简直 让人看得太爽了 哦对了 最后明军押送佐藤那艘飞机爆炸了 身为亚人的他们 是不会死亡的 那是否意味着 我是少年 一位想要实现和平的 97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